前陸台灣全世界都在裝黃色小樣 那我們消防隊的情務裡面有一項是運邦火災 然後常常在辦光圈島 那我們想要說如何在光圈島裡面讓製造出來一個亮點 那時候我就發想說我們有一些消防車的車跟鳥子之類的 那我把它做充分的醫療 那後來在大家協助之下我們想出這一支 那我獨立把它完成 所以才會有這樣一個變形警告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它的整個部份 它整個部份就是我們上面是以警示燈閃爍代表我們的消防隊 那兩邊翅膀上面有生命之心 就是我們常常在執行救護上面上面看到的生命之心 它在就是它是一支類似裝置藝術 它如果說不管是在捲或是外型的大型賣場 只要大家看到上面閃爍的紅燈 再加上前面它拿著盾牌就想到屎蝦防隊 會可能一種安心的感覺